好不好 那么大家讲真句 就是讲个四五句 这样的话我们就传递下去 如果是没有的话 反正我现在看到的 只有这几个老师开了 姚老师开了 你看咱们张学业老师 已经在运气了 准备说话了 这个ZYN这位女士 我不知道怎么称呼 我就称呼ZYN 蓝色的女士 那么这个CY是紫色的女士 那么李文英老师我知道 我现在就是看到这几个 南非夜老师你要不要说 他肯定要说 好的那我先 我打开一下 因为我本来准备去吃早饭去 新年快乐 感谢陈老师 我们叶子老师给我们上课 祝福所有的朋友 新年快乐 身体健康 好的讲得非常好 那么下面南非夜老师讲完了 我就把这个绣球抛给李文英老师 李文英老师 请你向大家说几句话 2011年新年快乐 祝大家新年快乐 健康 安详 永远快乐 我愿意每天早晨起来 参加 达到你一段链 所以保重身体 永远健康 谢谢各位老师 谢谢华音中心服务中心的领导 给我们这个平台 表示感谢 挺好的 挺好的 李老师讲得非常好 你既表示代表了我们的心声 同时 你又 说下你的resolution 就是2021年天天来坚持锻炼 你这个说了 其实有的时候一两次没做到也没关系 我觉得你讲得很好 下面我把你的这个绣球抛给CY女士 CY女士请你跟我们大家说点新年祝福 这个我祝福在2021年 这个新的一年中 在中心的领导的带领下 在各位老师的这个指导下 我们每天跟着任医生一起锻炼 把身体锻炼的 然后把整个的精力投入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工作 谢谢大家 非常高兴和你们在一起 天天锻炼 CY女士你讲得非常好 你讲得非常好 我很感动 我把你的这个就是认为你是至正腔圆 情争异切 非常感动 非常感动 下面我把这个绣球抛给CY女士 蓝色的女士 请你说一下CYN 非常非常的感谢 你自己打进去的名字是CYN 我非常非常的感动 感谢这个平台 就是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 让我们的生活过得那么丰富多彩 特别是这个叶子老师啊 叫大家那么生动活泼的唱歌 让老师让大家锻炼健身 真的真的非常好 我说在没有那个疫情的时候 还没有那么好的这个丰富多彩的生活 所以特别是要感谢这个组织者 组织人 每个授课的老师 今天是2021年的第一天 我参加那个八端情 正式是第一天 非常感到有意义 所以我要坚持 我们把这个身体锻炼的 保持的非常健康 迎接2021年的到来 我非常喜欢参加这种 丰富多彩的这个 这个节目啊 活动啊 非常过得很有意义 都忘记了这个疫情的恐怖 好的 谢谢各位老师 祝大家新年快乐 非常感谢ZYN女士 谢谢你说出了 疫情把我们分开都宅居在家 但是把我们的心都连在一起 bonded together 非常感谢 下面我把这个绣球抛给张学义老师 说的我吗 对的 说的您 好谢谢 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 林老师 这个平台 一起做拔断锦 拔断锦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健身项目 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 多少天年了 好东西 我们不能把它丢了 这个平台 我看是一个欢乐的平台 愉快的平台 团结的平台 健康的平台 祝这个平台 发展的越来越好 各位朋友 身体越来越好 新年更好 我就说这些了 赵老师 你讲得非常好 你 妙语连珠啊 还给我们做诗呢 非常好 听到你们的声音 我们不请做了八道锦 而且让我们身心一喜愉悦 下面我把这个心头抛给姚老师 来 姚老师来几句 好的 各位老师 新年好 八道锦 把我们连在一起了 我们真是有缘在这里相逢 我相信 这要坚持 肯定是有收获的 谢谢大家 哇 姚老师 精辟严谨 应该 句句都到点上 好的 最后我把这个快乐秀球 抛给任医生 咱们 那个 劳苦功高的任医生 正好 那么任医生 如果有你自己决定了 这个秀球我就抛给你 这个没有打开屏幕的 也许 就是有其他原因 那么我猜想 刚才已经说过的 女士们先生们 代表了大家的心声 最后我代表大家 向任医生 表达我们衷心的感谢 感恩 感谢 那么这个秀球 最后抛给你 任医生 向你致敬 谢谢叶子 向大家致敬 向叶子致敬 我在新年来临之际 我要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 今天已经新年了吗 这是什么呢 我们的根据科学的推论和科学的研究 我们人是人 我们人类的寿命 可以延长到 可以达到 应该达到 135岁 所以我们现在每一位人都很年轻 包括我们叶子老师的老父亲 老母亲都91岁了 他们还是青中年人 所以 那么我们能不能达到135岁 要看我们自己 要靠我们自己 所以我们要共同 努力 同心协力 呵护健康 敬畏 生命 那么 我还要给大家传递一个消息 我这句话 不是随便说的 我们星期一的健康论坛节目 我请到了一位博士和博士生导师 他现在在美国的湾区 他要给我们做一个健康的报告 健康和疾病的报告 他就讲到了这个最好的消息 那么欢迎大家届时收听 我是加拿大华人服务中心的健康志愿者 健康论坛的策划主持人 任风格 咱们健康八段井的领练人 希望大家跟我坚持努力 充满希望拥抱 2021年充满希望的春天 我现在的绣球要传给叶子 好了 我非常感谢大家 那么接下来我们大家 以崭新的姿态走向2021年 刚才我就借用任医生的一句话 呵护我们的健康 呵护阴阳平衡 呵护 那么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健康的早餐 把我们美好的心情带进2021年 我相信2021年我们会过得更精彩 好了 明天见 Thank you so much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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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领导讲一下话吧 我们 谢谢叶老师哈 下次见 下次见 我也准备离开了 离开去吃早饭 谢谢任老师 谢谢叶子老师 谢谢所有的朋友 参加这个拔断井的练习的朋友 我觉得那个吕大姐 还有几个我看到的图像 每天都是坚持锻炼的 绊绊的 好我想把下一个绣球 再抛给金刚老师 我们中心的副主席金刚老师 金刚老师在吗 Are you ready? 好的谢谢啊 这个在这个2021年 这个到来之际呢 首先感谢这个任医生 这个早起领导大家 这个练习把诞 也感谢所有的志愿者 像这个叶子老师 和其他所有的老师呢 对中心心情的这个付出 也感谢呢 大家呢 对这个中心的支持 最后呢 祝这个大家呢 新年快乐 幸福安康 谢谢 丁老师 你这动漫话 咋这么好听呢 是啊 金刚老师 没有冷眼 但是金刚老师 特别喜欢听这方言 砸整啊 砸整啊 特别好听 特别好听 说得非常好 好感呗 对 那么最后的精彩的结尾 应该是我们的李光磊主席 我们的总指挥 总策划 李光磊主席 给我们做一个 最后的结语吧 李光磊主席 在吗 李光磊主席 您在吗 那么就宣布 今天的节目结束 咱们各自回家 和家人 过元旦 过元旦 吃大餐 再见 明天早上 明天见 拜拜 拜拜 再见 拜拜